路生命的每一刻有好的相机或者是录影机呢 其实都很有帮助 不过现在却发现了知名相机品牌 推出两款具有背景散焦功能的相机 也找来了网路广告编辑 写了一大篇的广告文章来搭配范例照片 但是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其实这根本是用其他品牌的相机拍摄的 他们大呼广告实在是骗很大 大眼美女坐中间左右两台相机各自取景 拍出来的照片好像真的有差 知名相机品牌Sony去年推出主打背景散焦的新机种 而且还号称所有你想要的功能都在这 加上网路广告文章的推播助来 让不少网友好心动 不过却有眼尖网友发现广告当中一张接近照片 路灯光圈竟然出现八角星 是其他相机品牌镜头才有的八块光圈页的特征 经过比对详查 发现Sony相机的广告拍摄图 其实根本是用其他品牌相机拍摄的 满满一连串的网路po文 全都是网友抱怨相机骗很大 已经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1条之一的广告不实 业者可以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 原本推出的相机 不管到底有没有广告号称的功能 现在也遭受到网友的强烈质疑 中天新闻杨神中陈联文台北采访报道